字幕提供 哇!這高跟鞋好漂亮! 來看合不合角 等一下的高跟鞋子都寫實太可惜了啦! 這可以吃喔! 它還可以當飲料杯喔! 真的耶! 它不會融化嗎? 嗯! 好喝好喝! 人生第一次3D巧克力體驗 但是我們還有更厲害的 國際得大獎的巧克力喔! 就是這一刻令人垂涎欲滴 像褐色寶石般的松露巧克力 展現摩登優雅魅力 奪下2019年國際巧克力大賽亞洲區銀牌 一口咬下去入口即化 微苦的香氣在味蕊中慢慢綻放 微韻飄著淡淡奶香 松露巧克力它會叫松露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形狀像土裡剛挖出來的松露 不是因為它加了松露的味道下去 用單一產地的可可豆製成內餡 擠出如松露般的巧克力 為了裹上一層薄薄外衣 我們在製作的時候會不斷地去量 這個內餡的溫度跟外殼的溫度 透過溫度的控制 就是我們會讓巧克力它非常的細薄跟絲滑 灑上可可粉大功告成 光是這顆松露巧克力 配方就改了72次 為了就是要讓你感受到大清世界的層次與變化 改了72次以後我覺得這樣的松露巧克力 是已經達到精品的品質了 才會上市 要求完美 因為老闆娘Queenie 要把巧克力精品化 做出甜點界的Chanel 遠大夢想的背後 可是經過人生淬煉 Queenie24歲就當上 連鎖烘焙店的產品總監 但年紀輕輕就擔重任 也讓她面對無數流言蜚語 曾經那個時候 很多業界都在傳說 這個是連鎖品牌 老闆的親戚還是怎麼樣 但其實我那都是面試進去的 靠自己能力奮起 也在營業而上看到成績 扭轉外界對她的看法 Queenie想要打造品牌的心一直沒有改變 但是該從哪裡開始呢 我還在我媽肚子的時候 她就突然變得很喜歡吃巧克力 然後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她在懷孕我的時候 就突然變巧克力控 Queenie決定從最愛的巧克力下手 塑造專業品牌形象 開啟創業之路 也因為她擁有紮實的研發背景 由一天靈光乍現 竟然把花椒跟白巧克力 完美融合 你想不到的花椒做成巧克力 一入口先迎來濃厚花香 顛覆大家對花椒的想像 我們對花椒一般的印象 就是麻辣鍋的味道 但是花椒的 其實它的 它的辛香料的香氣 遇上白巧克力的牛奶的調性 兩個牛奶跟這個香氣結合的時候 它們就突然融合跟轉化了 這塊花椒巧克力爸也獲得 2019年國際巧克力決賽同台 是台灣第一位拿下白巧克力 調味得獎者 這也激勵她不斷往前走 還用台灣特有的野薑花 做成法式軟糖 甜而不膩細緻高雅 一大鍋的花去細火慢熬 然後熬出來的野薑花的味道 也是很優雅的感覺 Queenie優雅的做好每個甜點 要用這無語倫比的美麗 讓世界看到台灣